有声音,有思考架构123加4 就可以马上看懂学会 再念出来就能够记住用出来考得好 现在各位看到这几个字的确有难度了 这也是很正式的用法 这意思说我们对于所造成的不方便 我们道歉 现在加上六个符号分析 123加4 各位请看 we apologize,我们道歉 对什么道歉呢 for any inconvenience 对于任何的不便 什么样的不便呢 let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字句 形容所造成的,被造成的 这个let就是形容这个不便 然后这是被动语态 这个被造成的不方便 对于它我们来道歉 所以这就是你原文长的这个样子 还记得吗 有了文法就要念 we apologize 我们道歉 道歉什么呢 for any inconvenience 对于任何的不便 什么都不便呢 that is cost 被造成的 但是因为语法上还可以进一步从此句改分子去够 因此我们把这个lattice先给删掉 简化成一个字 叫做cost 就是被造成的 所以意思后面翻译前面 被造成的不便 各位看到的123加4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六个符号 主持动词分割线之后 再加上下面的东西 而刚才的子句啊 本来是lattice cost 变成了分子具构 就剩下一个字cost 后面翻译前面 学到这里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在这里就准备下课了 第一回家准备考试 第二个回家准备去学第二课了 但是六个符号告诉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们说你要会用 就是要把你学会的东西反复的念诵 反复的这个去听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记住 而不是学完之后再把它忘记 现在我们不断的去听这个声音 最好的你还能跟着念 那么至少全去听 反复听反复听 把早就会的东西一直念一直听 一直念一直听 听了这么多遍之后 念出来 是不是你念出来声音 就挺像刚才那个美国人念的声音了呢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比较记得住了呢 所以各位朋友要怎么记住他们呢 第一个你要先懂啊 懂就是语法思考啊 第二个就是要念念念 懂了你就知道 哦 英文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它出来是一组一组的 这样一组一组的 所以我们听刚才的老外也是一组一组的 咱们要学就直接学到最好 不就一组一组的说吗 所以各位请你去注意听听你周遭朋友的英文 如果他念出来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这个是比较差劲的 那如果他说出来是一组一组的 他根本就是一个像美国人的思考一样了 那么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能够记得住 反复听 反复念 朗朗上口 相反的 如果你光看不念 光听不说 就像绝大多数的朋友 你去买书买杂志 你去上课 你去看这个视频 这个你都在看 你却不跟着念 好了 你说那我听啊 我也有CD 我有MP3啊 我有电视啊 我看啊 我还听啊 听完之后你又不说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 你的文法不太明白 你是迷迷糊糊 就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的死背死记 是的 只有少数的这种 聪明绝顶人办得到 咱们一般人还真的办不到 那么我们办不到 我们就用一个健康自然的方法 来学习嘛 有声音 有语法思考 我先弄明白了之后 反复念 反复听 我不就朗朗上口了呢 所以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很快上手 能够方便经济 而且短期有效 总结今天的教学 大家在学英文的时候 就是要由英文的思考架构 也就是老外的想法 学会的东西反复地念出来 反复地听 反复地念 将来就能用出来 英文是清清楚楚地理解 有个架构 而不是用背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学完将来能够运用 能够考得好 而不是学完了 就忘记 甚至没有把握 老外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